这把KRG没有选择顺路直径 那可能觉得桥头天霸的位置不太好过 直接是绕了一圈 绕到了二层 他们就是在这里稍微的 其实都算不上捕人 因为他的阵型拉得比较开 哎呦 又放到一个 没打两个 在这个过点 这个过点有点大意了 他毕竟只有一个人 完了 还好 这第一时间没被捕 对方捏雷 对方人已经浮起来了 结果小路还是大意的 应该是想拿分啊 打到两个 对面吗 有想法 直接顶了 垃圾房 根本对方站不住 哇 地鬼鬼 瞬间对方只剩一个人 CTG三冲四 自信手感啊 打这种近距离的接触战 CTG真是一点都不怂 很难防 M4估计是守不住 桑口直接拉了进去 这一侧 没有问题啊 还能活手队友 是的 有人过来趁空间 就是等会儿 龙几山脚下那个小超市 是的 现在的话 这个集装箱里 除非有比较明确的击倒 暂时也打不起来了 先做个邻居 唯一可以出手吧 就是DT这个龙几山的 一个高点的位置 看有没有机会K一K了 距离比较远啊 我有这么远的一个距离 DT将577给放倒了 不过龙几山这边 地形复杂可以拉起来 对他山下打山上 哎呀 居然还能够补到一枪 没想到 这没想到 是的 这个信息对于DT来讲 是一个强行针 就是说如果说 这个圈真的往北走的话 他再往上山 我就找你DT 因为我打了你一个人嘛 这边BK不想尝试 往集中箱铁一天 但被这个强行驱赶 这边4M是可以直接出手的 只剩最后一点血量 BK被抽了下来 刚进坑 KRG这边的位置 也是被阿同物他们把握住了 基本上抢到这个小超市很关键 因为假设排水的话 往下的话 他这个地方正好在圈的正中心 A掉了一个人 导致他山顶的位置 现在已经是被逐渐的压缩驱赶 NCC过点说 王鹏也是被打下来 只能往水塔那边混了 G杠水塔 这把真的河道 这个是一个完全可以用的位置 目前这个地形呢 我们的队伍利用的还不多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圈形里面 是可以用的 因为水是排不干净的 河道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弱色 弱色反斜 而且还可以保车 这场难道河道那个弱色的RBS 应该是有比较大的概率的 这场收益不会太 RBS悟空 队伍利用 要把人扶起来 这边 再有手雷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就这样的极限项目 圈外换分了直接是 知道没有搞头了 只能极限换分 KRG这把绕圈 却绕得很辛苦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 还不如直接北部直径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为生活妥协 但是发现还不如更加直接 刚刚由于远处被打 敌敌掉了一个 目前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四打三 龙斯哥身体注射放倒了六一 进点生两个人 这把手雷 两个都炸倒了一些 顺包 我两个再容易 和这个雷的角度还可以 有了 炸残了一个 生最后一个血魔了 思绪 直接拉出来去排点 没什么问题了 这个位置在目前的圈来看的话 应该不太会人去撞 有人撞的话 外面的人都是帮忙的 稳住别浪 满边在那个地方很重要 比如这个小两房也是成为了边缘 只能是尽量的 场上现在拴剧是越来越多 有很好的这个破点功能 之前也是跟这种聊天 也说到过这个枪在路当中 还是有很大的效果 这个雷 躲得很快 哎呦 但这个雷 追蹤过来了 小九被炸成了大残 I7直接上山头了 这波想直接去面换一下 但是碰到是IFTY啊 龙死哥出手 放打了妹妹 虽然昨天前半段表现的非常的不进入 但是今天 尤其昨天最后的两场比赛 包括今天比赛 一上来手感感觉不错 是的 冲起来了冲起来了 看到了 我李老爸 还好 队友跟枪成功 旺散 这边二号位补枪 普通是很及时的 好 一瞬间 拿下 一号位就是要这样赶出 就是这样赶出 能拉 但这边的话听到IFTY的这段信息 TMA直接拉到了山脚底下 这波想找这波上 但上去的这个时间 人已经拉起来了 对 他来不及 他这个从下往上开的车速太慢 RFTY了那一把 算圈不太一样 但看这波能不能成功防守 郁郁的一手里放到天天 白露马将林强放了 最后一个 今天突击手没对过 那这个战斗就比较难打了 王涛涛 还是最后一个人 碰倒了一个 呃 测试白露马骑士 哎 这个时候他也不跟你对对吧 无脑给闪 还没找着 没找着 哎 听了找到 王涛涛知道人在练前 白露马 先走这块打药 但这一个摩擦出来的声音 看到了先打一个玉 还是 把握住了机会啊 是的 这里斜坡拉出来 感觉王涛涛的这个 对 舒服 还能耗一会儿 好 龙几山之争 FTY这波要拉出来清理了 目前状态正好 我FTY手感爆炸呀 是的 直哪打哪 就 这把对他们来说 虽然这个下山 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不过 这个圈边分数是拿的够多的了 哦 刚说完 可以放到的小九 小九二岛这个时候暂时管不了了 直接要快速的把这波给拿下 龙死哥架下 FTY说来的好 因为现在 FTY旧仇 没有人过来跟他打架 哎呀 在这一把手雷 龙死哥倒了 哎 小九刚好扶了起来 还要扶人 小九 这个压力 但天霸直接拉了过来 这个时间抓得很好啊 是的 这里 FTY对天霸的防范意识稍微 他可能是没想到啊 但是这个声音滑车过来的还是有比较明显 再打一个 静点还有的玩 现在 FTY就想换分 就想换分 哎 龙死哥残血 天霸也是想的是一样的 就是我来换分了 是 旺仔能不能拖住 龙死哥是在打药 哎呀 拖不住 但也没关系 FTY这把已经拿到了大量的淘汰 十个淘汰 还有最后的龙将军一个人 早看龙死哥能不能抢到这一分 哎 先K 这一波K头还是拿分 先K头没有血量了 哇 差一点点啊 稍微血量健康一点 还能多拿一分 这没办法 这两个队伍都已经是想好了过来换分 这个就是 很明确的一个 街坞外已经提前做好了预防 基隆哥和阿童木 直接守住了这个马路的过点 他这边的出手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效果 原话里逼狙 一架三冲 自己别离自己 然后呢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踩沙车 都是你往前怼的那种 要霸王硬上弓 但索性 尤其把两个人防守 直接退了出来 拉回到大仓里 也是给到他们一个往前在走 ABS做的分 战术执行上面呢 就是 你感觉就是 这这一波打的真是有点丑陋啊 是的 但凡刚刚那个 终于找到一个极其舒服的输出位 大概率 起码是要损损一两个的 对啊 不放了 哦 哦 这不来啊 连老师 终于找到一个极其舒服的输出位 站在房顶疯狂吁吁 好拿到一分 这个时候我担心的就是天霸缓过进来 他这个地方其实也没有什么颜值 当然天霸现在 哦 赶紧拿分 好的 又拿一分 这是 高的V 最近他打这个位置以来 就是说 他比较想要达他的效果 大概是就是现在这个效果 但另外一侧 大舱里也是迎来了客战巨服 直接几个闪和烟封了过来 进到了大舱里面 小灰进门就怼了一个 但可惜啊 自己是直接被干掉 只有一个人 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大舱外面待不住 RBS还可以继续在圈边玩啊 混在这个集装箱里面了 是的 胆大欣喜脸皮后 所有人都没注意他 他两个人混到了集装箱中间 那问题是 就这俩人在这个集装箱 复杂的环境恐怕也很难 对方一直在挪动 距离太远了 找一波 开心啊 撞过来了 正好贴了 过来四个人 暂时没掉 12位残血 蓝波先放到一个 哦还是很快的 这波 因为你停车的那个位置 被锁定了 侧翼还有蓝波的强线 被给卡住 刚才4M的雷好像基本上也没扔的 现在杰弗还把4M的雷全舔过来扔 哎呦 咱们的反应很快啊 先带走了一个 哦这波信息有了 知道是MCG的人了 是的 好 现在上面目标很明确 就剩他一个了 拿分就完事了 也算是薄了一波前四对吧 嗯 再过来扔一扔 扔过头了 篮拳一来 哦 你看 效果很好啊 Summer又多拿了两分 老六不会是你 The King of Six 这波GFY得到了 他这个得到了这波 大杀器的补给 对于911 很爽 哦 GFY是派三个人去防守RBS那一侧 但是 两方是互换了一波人 而GFY是有 卡同木的位置 在集装箱里面 暂时是救不了 继续扔雷 哇 你看911的雷多不多 刚刚画面给到 人均是三四颗雷 场上我跟你说 舔 舔包最爽的两个人 一个周炳人 一个高的B 这两个人身上 加起来最少十颗雷 哎 Summer要找去 会出手了 拿一些投注去封一封 他有没有就混到红水 直接去扫烟的一个过点 他这个位置正好是在圈边 不会有人去针对他 来了 来了 听到这种声音了 这个过点 他不知道何必交交有人 哎呦 911顶住了 近年压力先放倒了鱼人 一波连打逮捕 目前这块还受人数优势 蓝波被顶残 进到这个集装箱里面 阿同木在单防Summer 蓝波这边 刚才拉出门的时候 离门太近了 有点不举 又是三打三 来了 直接进了进来 二打二打一 打一换又打一个 二打一了 三门混进来了 三门混进来了 是出手了 几乎了一点人数并不多 阿贝斯只剩下12月 另外一个队友是服不了的 小五过来看信息 房中直接补掉 这个球可以考虑上港停 在人数优势的情况下 上港停将会是 无几 知道近年有人的 三门是没动过的 换喷子 来了 这波近年先喷你一个男孩 是吧 差一点 哎喷掉了 谢谢说你不好上了 就刚才我就说嘛 你只有一个人在上面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过点被打残 好险 上迪主持人先刷了一个 全 一打一 一打一 哇 我二边 纯迹赛MVP 老六的胜利 就是我12月 可以可以 谢谢吧